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9月26号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要重温整个星期我们所讲过的股 还有不要忘记 可能你要看了昨天的视频先 昨天是看看马股的板块 我们看了板块 我们看了国际的那些指数 我们大概知道哪一个板块 哪一个行业比较强 所以我们就投资 上那边去投资 不要投资去板块 哪一个板块再大跌的板块 所以昨天我们看一看大局 看了大局 你就比较清楚这个星期 哪一个板块 哪一个行业比较乐观 哪一个板块是没有这样乐观 我们投资最重要 把自己放在机会高的地方 不要前去 那个前去东 你追去西 那个前走了去西 你追去东 永远也是追不到那个钱 ok 看一看免家生命先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应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贵 ok 还有就是playlist 不要忘记看 我有4集免费 分享 不是想教 怎样看图 怎样用KLSS3 怎样用趋势线 怎样用支撑线 怎样用压力线 怎样用RSI 你要继续看 如果你不明白我讲什么 在这边讲 我讲那个图 有没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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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率线 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跌破支撑 这些全部你不懂 我讲什么 你看了这些 我的这个视频你就懂了 有华语有英文的 看了先 还有我们朋友有留言 这个Layman 他讲为什么KLSS选出来的股 多数都是脏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选股秘诀 选股秘诀我天天都有讲了 然后我们找突破 有动力的股 我们财经不是关注眼睛投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机会在那里 危险在那里 情绪是什么和历史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但我们会看图 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选出来的股 没有包赚 我们还有我们有做功课 我们星期六有看哪一个板块比较好 所以我们加了 我们看了的图加了 我们的情绪就是那个板块 比较强的板块 我们投资进去 机会比较高 没有包赚 机会比较高 就是这样罢了 要做一点功课 要学一点 手艺 功夫 要有一点功夫 就可以有机会了 关注眼睛 没有功夫 又关注眼睛去投资 这样子 你觉得你会成功吗 我给一辆法拉利尼 我叫你关注眼睛去驾 然后 你没有驾过车的 你不会驾车的 我给辆法拉利尼 叫你关注眼睛 然后给那个stairlink 你驾到去哪里 你能驾去哪里 就是这样罢 如果你有功夫的话 你开住眼睛 你有功夫的话 你可以驾那个法拉利尼到300 也不会创 你关注眼睛 给你那个法拉利尼30 跑20 你就创了 好 OK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星期所讲过的股 我们要现在重温一轮 就是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四 就是前天的股 我是不会拿来讲 因为前天讲了 星期六没有market 所以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没有讲 我们讲上个星期四 上个星期五 到这个星期四 看下它的发展是怎样 我们看greattech 很多科技 这两个星期 我都是focus科技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 如果这两个星期 你不是玩科技 你去玩手套 你去玩手套 你去玩能量 那些叻 你去玩 种植 不可以吧 种植已经开始慢了 你去玩 电讯 这样你要真的 是要检讨下你的投资方法了 投资方法 记得那个钱在哪里 那个钱走着 那个钱往西跑 我们就要去往西去追那个钱 不要那个 那个钱往西跑 那些庄家 那些 那些集团全部投资去那边 钱一大堆在那边 我们走去东 东 东边去找那个钱 这样子 你几次追到那个钱呢 所以我们讲 我们很多你看 全部大部分都是科技股 因为这 这两个星期 我们看到的机会 都是在科技那边 所以钱在那边 这么不去追去那边 这么要去追去 手套 手套一直跌 我已经很久讲了 手套 集团在打边帮 你是没有 没有机会可以赢集团在打边帮的 除非你真的可以赢 这样我佩服你 你真的还可以赢手套 你还可以赚大钱 这样我佩服你 这样子可能我功夫还不够了 可能你的功夫 比我更厉害 我不是讲我厉害啊 我只是谢我的看法不了啊 我没有讲我是什么大师傅 我没有讲我是什么大 大专家啊 我只是 ok 学过五年图 ok 只是 我要我学过的东西 ok 五年里面 我有拜师什么都有 然后我学到的东西 我跟你们分享 这样不了啊 ok 科技 graytech ok graytech继续冲啊 我们讲这边突破啊 ok 这边突破了 几块钱上面 ok 7.185 可以追 ok 或者你上次我们在这边 已经追过一轮了 已经 profit了的 正在跌回下来 他又突破又有一次了 机会 我们所讲的 强的股呢 他是一直上的 ok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的 他 他是这样子的 他冲一轮 他休息一下 他又冲一轮 他又休息一下 又冲一轮 就是这样子的 so 炒股是怎么样 嗯 两年没有动 哇 冲上来 ok 然后跌回下来 然后就 嗯 又去两年没有动 so 你追到这边来 ok 跌下来 70% 然后你就守着那个股 三年两年 他又冲一次 然后你要等咯 可能不会再冲 可能会冲 我们不知道 这些好股呢 你看他冲了 他休息一下他又冲 啊 这些就是上升趋势的股 上升趋势股 他一个一个浪更高 ok but 如果他的浪做不到更高 你就要小心了 好像现在他冲到了这边 ok 他的主力在这边 哦 他的上一次最高峰 ok 他冲不过啊 他跌回下来啊 可能这个就危险 可能这个就要转弯了 ok 当他冲不过最高 上一次的最高峰 你要小心 现在我们就要看他能不能冲过7.5 不能冲过去 我跌回下来 ok 可能你要收钱 或者你暂时还能守 不是讲他现在冲不过 永远冲不过 可能他要调整一下来 调整一下子太冲 可能能冲过 ok so如果在这边 你的stop loss呢 就是在6.73 6.74 这边 ok 或者如果你是很短期 玩短期的呢 你的stop loss 就在7块 如果你长期呢 这边反弹了 这边再反弹 你进场 这边进场 你在这边进场 7.1进场呢 你的stop loss呢 就在6.74 ok 跌破6.74 你要讨 好 现在看7.5 他能突破7.5 应该还有机会跟上的 如果他突破不了 可能你要小心一点 突破不了就是很多天 五六天了 四五六天 他还不能突破 还在这边 一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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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创创不过 可能他又跌下来了 暂时看来是蛮好的 看来他是要冲下一波了 下一波 这边有一点阻力 如果他冲得过呢 你就看8.0 甚至还能上 还能更高 也可能有机会的 暂时看8.0 看来是 所以 Francon Francon OK 记得我们在通道底 这边反弹了 突破了 OK 通道底反弹 突破是我们的通道模式 最强的了 ok 所以它冬到你反弹 你在这边进了 突破了 进了 现在已经上了几多巴仙了 19巴仙了啦 ok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要你要收钱先也可以 因为rsi没有继续再高了 rsi开始平了rsi开始平了 通常他出这样子呢 啊我们有叫做背离了啊 你看他价钱做新高 rsi没有做新高还是平平可能背离 所以可能他调整一轮再上去 不是讲他没有机会上 可能他调整一轮 所以如果你不要等调整呢 现在你有20%你可以拿了先 或者你等多几天 如果他真的不能再上了 他一直在这边横盘了啦 可能他要下来了 可能你要拿钱 如果他还能慢慢的冲 你继续收咯 还能冲这么不收 继续收 等多几天先 Armeless也是我们很喜欢玩的 Armeless从冬到底反弹了啦 差不多到冬到底 没有到冬到底 但是他这边他有一个模式 有一个下跌通道他突破了 所以这个进了先 但是现在有一点压力在这边 继续收咯 继续收 只损在0.905 没有包啦 但是现在他有突破 他又差不多到通到底了 可以试一试啊 如果他跌回下来 可能他就要跌到通到底了 下来才再反弹 ok 因为这个早了一点 没有这样好啦 没有这样美 美是太通到底 比较美 很难讲喔 因为他的这个 报告又要出来了 可能又赚大钱 可能就这样子 我们就买这边 可能就跟着上去 所以有时我们要用一点自己的那个想象力去投资啦 不是 所以没有100%他会跟到通道 刚刚好动到那条线又出来喔 这样多人投资做出来的 这个啊 技术图啊 没有讲 哇这边有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在投资 没有讲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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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刚刚好会中那边的 因为这样多人做出来的决定一定有走一点点啊 走几百分之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走几百分之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可能会走几百分之有可能啊 6%如果他在这边反弹 ok 他跟这个线走6% ok 记得这个是取啊 不是真正一条线 是一个取啊 他差不多在这边反弹也算ok了 或者有时跌破一点点 假跌破又上回去也是算反弹 就这个继续守了啊 Dnext ok so Dnext就破了 慢慢的上继续守 ok 慢慢的上 啊 止损在0.72 multipro 0.72 继续守了啊 看他有机会继续上 1.0 0.91 1.0 1.2 记得咯 怎么样看他 如果怎么样看他 可能要要要 可能那个那个 那个价钱啊 要啊 要回调不是回调啦 要啊 啊 要回调下来的时候了 他差不多去到 他差不多 他差不多 这一波可能差不多到顶 要回调下来 怎么样看要回调下来 你看他是这样的 很多 红蜡烛开始出来 然后红蜡烛开始大过青蜡烛 这个就可能他要回调了 还有 RSI没有做新高 这个还有一点新高 还ok 没有创新高 你就要小心了 RSI没有创新高 你就要小心了 RSI背离啦 又是RSI背离 价钱创新高 RSI没有创新高 你也要小心 RSI背离 全部都是上了 RSI背离 我们在这边追一轮 到这边 ok你take到profit 就恭喜你 你没有take profit也不用紧 看他下来 调整了一轮 他又冲上去 ok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追的时候 哦 从这边开始追 现在有19%了 看来他有机会上3.9 看3.9要小心点 3.9有压力在这边 ok 他突破不了3.9 可能他还调整上来一轮 ok 如果market还是美 他还是上 如果market 看到底 market不美 可能他会掉下来 所以暂时呢3.9有一个压力 ok 3.9了 突破了就看这个TA 这些银行的目标 4.3 4.2 TA UOB 4.3 Knanger就高一点4.8 Baknanger也是有可能性 因为这个是我们大通道的顶 记得这条通道的顶来的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Baknanger有时 要久啦 4.8要等 可能要守很久 TOPCOM TOPCOM现在开始有一点震荡了 他在这边很难上了 上次我发的target ok 在这边 他已经有震荡了 开始有很大压力了 他要充很难充 你看尾巴很多在上面 印银是很多压力 很多人卖 他要上去很多人卖 不是讲他不会上 可能这些人家讲是什么 庄家洗盘 ok 所以他要洗掉那些全部 Baknanger 不能守长长的 but 不是讲 我们现在 为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 有机会可以丢 因为我们在这边追 记得吗 你追到上去有80%了 到这边也有50% 50%其实可以丢 没有每一次 你可以追200%的 这样好彩的 所以如果他要洗盘洗 你出来不用紧 我们放了先 我们会看图 我们不用怕 不会看图 你不知道你就天天在那边头晕 不知道要不要 要放不要放 你要看图 ok 现在图这边有一个 还是有压力很多尾巴了 ok 如果他撑不能 他撑不能在 0.94 他撑不住 在0.94 可能要逃了神 ok 如果他撑得住在0.94 他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承担 可能他还会上 他洗了盘 可能还会上了 这个 因为 庄家要炒很难讲 集团 或者你讲 很多人叫专家 很多人叫集团 集团 集团要炒他 什么事都能发生 集团不要炒他 可能他会跌回去 补毛钱 你要小心 就是这样 现在追太迟了 你已经追了 你有子弹了 你在这边追了 ok你有子弹了 可能你还可以等 还可以守 现在进场就太危险 Top Glove Top Glove Top Glove不要进了 最好了 他的利润越来越小了 证明他的market 他要赚 他也是赚赚钱 把他越赚越小 你赚越赚越小 market是没有什么 会去投资 集团没有什么 会进去炒 集团不炒 就很难 很难成的 很多人 很多人在这边 三块已经可能 三块多已经卖了 因为我 我讲这个不是很好 但我不想 他没有机会 很难讲 等下又出 又出一个更 更厉害的Dolta 那种 有讲疫苗 工资不了 这样子他又会伤 不知道吧 暂时看来是不好 看来是不好 所以我们讲那天 跌破3.6 我们讲会去到2.5 你看差不多到2.5 2.6 现在 那天跌到2.6 最低 你记得我们讲2.5 这边不是真正一条线 是一个区 记得我们讲一个区 这个区就是主力 支撑的位置 这边跌不了 跌到来这边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边 会有一点支撑 可能他有一个反弹 很多人觉得 哇反弹我要进了 这个呢 我觉得是逃跑机会比较多 因为他是在下跌趋 下跌趋 你中套了 你走了先 逃了先 如果你刚刚进 你以为这边是底 你落了底 又跌下去你又亏 你讲了不用紧了 我再守 我好像我讲的 比特林想的 不会跌了那我继续守 他就跌给你看 你又讲 跌多一次就不会再跌了的 他又跌给你看 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 OK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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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的例子 你在这边讲 不会跌了啦 你在这边讲 6块的时候 不会跌了 有点小盘弹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跌给你看 他跌到4块 4块又讲 没有可能会跌了的 跌到底了的 我再守 他又跌多一层 跌到3块给你看 现在你看3块人家讲 到底了 没有机会再跌了的 他又跌到2块 分分钟 他这边又跌到1块 2块半 分分钟跌到1块半 给你看也不行 so 不要以为market market啊 是没有logic的 我们想法是要有logic but market啊 没有logic的 market是一个很大的 局来的 看你 你我们投资的方法 可以抓到那个局 没有 你可以抓到那个局 你就赚钱 你抓不到那个局 那个国塞 你就是亏钱 你讯讯 你讯讯 反弹了 他这边有0.18有压力跌下来 看来他不是很强 你讯讯 你知道我还不会守 也没有什么需要 如果我买了 也没有什么要守 因为 他上了这样高 然后他的调整 跌到来这样低 差不多 跟上次的底差不多 我看到是很盘多一点 他的力不大 他的力不大 ok 随后他冲破了0.185 可能你才有机会 Telecom Telecom 那个market开放了 现在market比较放松了 他还没有什么动力 推他 暂时他要有动力 他要突破6.22 不是的 他还是很盘 Easy Easy 没有什么新的order 没有什么新的新闻来了 所以Easy 有点 危险 Easy 我也是有玩过上次 Easy 我在这边玩 我在这边 这边有玩过一轮 我上次 那时候还没有做video 还没有做spin 所以他开始跌了 跌跌跌跌 跌回来这边 就不是很好了 你看他从这边开始 跳啊 这边开始 跳跌到来这边 Easy 能放放了先 如果你是收了很久 你是跌了50% 60% 可能你暂时收了 等他下一个大新闻来到 可能他还会冲 如果是你刚刚进场 亏一点点 那是我逃了先 因为没有看到机会 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机会 SolarVest SolarVest 它有那个啊 可以租它的那个设备 出去 Leasing 一个是Leasing 一个是工期 他要给这些集团的小公司 中整型 小型中型的公司 可以用它的设备 然后可以省电 然后可以啊 攻击 可以跟它租 暂时它是没有什么大动作 暂时是在调整 进了的继续守 如果进了的 它突破1.3 可能可以加 还没有进的 它突破1.37 1.37可能可以进 要等啊 这个暂时还在调整 还没有什么动力 Side Park 也是 Side Park 也是没有什么动力 正在调整 如果它有突破1.07 可能可以进 如果进了的就等 如果它突破1.07 就要可以加一点 如果叻 跌破0.915 要逃 记得咯 Levenue Levenue 在横盘啊 不要不用看 跌破1 短期 完短期跌破1.84 逃 完长期跌破1.72 逃 如果还没有进 它突破2.02 可能可以进 这个要等 这个没有力 现在 Soulton Cable 三 二 二 一 sulten cable 0.455 他要突破0.455 可以进进了叻 现在又调整一下 你等他调整完先 他应该这边还有 他现在动力不是很大啦 他跌这样多还ok啦 你的止损在0.415 照样放这边 跌破这边要逃 因为这边有一个支撑 这边有他慢慢的上 有这个支撑线 他没有跌破这个支撑线 他应该可以推他上去的 我慢慢推他上去 如果他跌破了支撑线 跌破了0.415 这个可能要逃整 记得大家记得要跟我点赞 点阅 ok 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看大局 星期一星期五七点到八点 我们看每一天有机会 每一天有机会的新闻 每一天有机会的股票 我们拿出来讨论 ok 记得 每天啊 随一点 一点到两点哦 看我的Facebook 有什么好料 我会post在那边 记得要跟我赞那个like 我们要给这个 YouTube知道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家庭 来分享这个 这个股 看股票 我有我的分析 大家也有大家的留言 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分 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看法 我也可以分享我的看法 没有谁对谁错的啊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谁对谁错的 我讲不会上明天来冲给你看很难讲 我讲你错了明天 你讲这个股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股你要进我 我讲不可以进 没有包了 明天我讲不可以 我没有讲不可以进我讲 也许不要进哦 明天冲了很难讲哦 我是没有包对的 我是看图 图是这样子跟我讲 我们技术的人 图是这样子跟我们 我们讲 我们就用技术的方法 分析出来跟你讲哦 我没有讲哦 技术 看图 图讲 图看到没有什么机会 是明天不会上 没有 不一定的啊 不 我们记得要把自己放在机会更高的地方 这样罢了哦 market要炒 什么东西都会上的 我们最重要我们看图 我们有优势 什么优势 我们看到机会 我们看到危险 我们看到 啊 啊 那个情绪 OK 我们看到 历史 记得啊 历史会重演的啊 不要以为历史不重要啊 历史会重演啊 尤其是stop market soulton cable max6 max6暂时在调整啊 他冲了一轮 我再调整 可能那个价钱也到了 可能那个目标也到了 max6没有什么好玩啊 看来啊 啊 but max6呢 他还有5G啦 如果你进了 你暂时收住 他还有5G啦 止损现在暂时在4.6亿啦 如果你进了 可能可以收 因为5G要来了 4.6亿 Airport Airport大目标了的了 其实你要收也是可以 收钱就可以了 那天我们讲 从到底 OK我们这边讲一轮 通到底反弹 然后他通到底反弹 又突破 我们这边讲第二轮 现在他已经到6.7 可能还可以收一点 到7.1啦 这边左右 通到顶 这边啊 差不多到通到底 因为这边有一条压力线 我看到这边有条压力线 以前画下来的 哦 所以可能再充多一点 你可以收钱了啊 哦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上次在这边追到 也有啊 13%啊 PB PMB PMB 是炒 炒到很很很热啊 这个 钢铁股昨天我们讲了啊 记得要看昨天的啊 钢铁跟油我们昨天看了大局 看了每一个这些钢铁股 和油股哦 记得要看昨天视频哦 所以PMB还是充足啦 你买了继续手啦 开始有开始红蜡猪了 红蜡猪不大 青蜡猪还大过红蜡猪还OK OK 如果他出到很多很多红蜡猪 然后红蜡猪开始大过青蜡猪 你要小心了 哦 可能这个要要要转 如果现在你要追太迟了 7.1不要追咯 追这些就是跌到 收尽给了 就是追这些追高的咯 如果你买 Telecom 你买TMB 你买PMB也是不会亏50% PMB亏50%啊 PMB的股跌50%啊 真的是 大件事 好像 好像那个 好像中国的那个 那个泡沫了咯 中国那个 那个 什么 什么名了啊 那个 Grande Grande的泡沫了咯 如果 PMB跌50% 跌70%啊 哈 就吓死人了 啊 啊 Airport Maxys Airport Aion OK 要慢慢的上去就在收 他在通道底反弹 慢慢的上去就在收了啊 现在止损他在这边上了 止损就在1.41 看来有机会1.62 这个是哪一个银行的 哪一个专家的目标 还有这边啊 我的目标是1.65到1.75 所以这边左右啦 继续收 Astro Astro他的生意很多给那些 很多人分享啦 有些人讲给TVbox 拿掉他的生意 有些人讲给 那个Netflix 全部都有份啦 TVbox Netflix 什么 Unified TV 全部都有拿掉他的这个生意一点 还有可能那些 以前那些啊 我们去Mamart Mamart店全部有 有著球看呢 哦 跟他subscribe呢 现在可能Mamartdown 全部都 没有 没有开嘛 对吗 全部都没有的 啊 没有的去看球 可能Mamartdown 都停掉那个subscription 现在的收场商啦 应该是 啊 啊 subscribe有机会的 等他突破啦 等他突破 这边有 我们画了一个新通道 突破听道 突破通道再讲 更定Malaysia 更定更定Malaysia 所以更定要开了 OK 政府要给他们去 去给人家上云顶 完了 所以开始有反弹了 你看他突破了 好股是这样的 啊 他突破了 调整一轮 现在又开始又要冲了 这样继续手啦 Maybank 3.32 暂时可能还能上哦 继续手 更定Malaysia 哎 更定Malaysia那个 现在是更定 好 更定也是他突破了 来到这个通道底 反弹回上去 通道顶 反弹回上去 继续手 5.2 5.5 甚至6.1 有机会 Masing Masing 新闻很多哦 OK But Masing炒不起 做手套也炒不起 Masing真的 不知道他是运气啊 还是什么啊 还是Market不buy他啦 Market不buy他的新闻哦 Masing很多新闻啊 But Market没有人buy他的新闻哦 哦 等下他跌到样子了 好像Top Glove这样子 跌了现在有一点 有点支撑在这边 现在有反弹一点 But不要紧啊 这个啦 我比 也是不要紧啊 哦 你看了 这样子新闻都抬不到 他上去真的很难哦 Comfort Comfort就是跟Top Glove一样啦 不用看哦 哦 他跟Top Glove一样 跌破了支撑 继续跌下来 我们讲会跌到1260 这个呢 你看我们Mark了 刚刚好他就跌到1680 给你看哦 可能还能还会跌哦 这些我们Mark了 这些不要玩 2127 这个 小心啦 不要玩 手套不要玩啦 咦 怎么讲到这边了 跳了上来 跳了 跳了一轮 OK 还有Badini Hapsenggadang 哎呀 跳了一轮了 OK 并且我们现在讲Badini Badini慢慢上啦 继续收啦 慢慢上 他从这边突破了 我们在这边 就突破了 慢慢上 可以啦 继续收 收到3.28 3.39 银行的 目标 这样 止损 止损现在在2.95 Gadang Gadang有 有 有项目哦 100个Million 可能项目不够大了 所以他没有 没有什么突破了 要等他突破0.415 突破这个下跌的 这个三角形先 还有机会 D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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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好啦 Diang 因为Diang一直亏钱 那个 油价起到70多台是亏钱 所以这个Diang不要玩啦 如果要玩啊 你就找Armada那些 Hibiscus那些 至少啊 他是赚钱嘛 好像我给你两间公司 一间是亏大钱的 一间是赚大钱的 你怎么样都是要投资在赚大钱那间嘛 没有理由你要投资在亏的 Diang就是亏那间 因为他虽然他讲他他可以可能年尾可以转亏为盈啦 但你要看啦 如果他真的能转亏为盈 他能突破一块钱 冲就上去 冲回通道里面 冲破了1.145 可能要可能可以看了 暂时不要看了 暂时很全一点 现在KLCS下跌 我们要找上升的股丸啊 不要找下跌的股丸 老底 所以我们方式有两个记得 我们有一个是 玩突破 玩老底 老底很多人讲 玩老底啊 没有什么会上 老底是没有什么会上的 老底我们是怎么样 是看到他应该在底了 他是没有动力的 我们只是认为他 我们觉得他在底了 OK我们老一点 拔住在那边 等他market反弹 OK啊 KLCI KLSE 反弹的时候 OK 这个股可能会慢慢上回去 这样子罢了 如果 要快的就是突破的 我讲 哇 这个在通道里面 突破了 OK 突破通道 下跌通道 突破 OK RSI 突破 全部跟着突破 量又有来 这些才是有机会快上 比较快上去的 因为这些 是market 我们看到动力 我们才进去 老底那些是 捕舌捕舌的了 可能他还会跌 因为这个老底 我们不是看到动力进场的 我们是看到以为他 拆他是底进场 是不同的 所以老底是要很有耐心去等的 不同 不同去 不同 玩突破啊 OK 两个是不同东西啊 不要以为老底是跟突破一样 哇 老 一老了就会上 没有这样的东西了 老底是老老底是market很烂 我们老一点 我们看到那个stock很值得老 因为他很便宜了 我们老一点 等在那边 等他机会上不了 这样子啊 老底跟 突破是两样不同的方式来的啊 要记得啊 啊 独立啊 突破了这边 突破了慢慢的上 所以看来啊 可以继续收了啊 这个RSI没有做更高峰了 这个有点危险 如果你进了呢 可能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捞一点 拿一点先啊 可以 可以拿一点先啊 如果你在这边进了啊 就有20%啊 有20% 可能可以捞 因为RSI背离了 我怕他可能会跌下来再上 如果你有赚了 可能你可以 可以放了一点点先 可以放了先 10多20% 因为这个可能我觉得他跌下来再上 看在他 因为你看啊 他做一个十字架在这边 一个Dawg 然后Dawg后他就开始跌 这个是转方向的 一个转方向的讯号来的 Dawg Dawg之后他上 从就上 证明那个Market呢 这个方向呢 继续要 要继续 如果Dawg后呢 他是下跌的 证明他暂时要转方向 所以这个呢 可能他暂时要下跌一下子 不是想他不会上 可能他 他调整一轮先 Bitr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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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那天他在这边啊 通道底 反弹了 所以这边进了 现在慢慢的上 看来20跟22 应该可以有机会继续收了 现在 现在那个半导体刚要冲罢了 所以他应该有机会了 Bitrox是半导体的 然后现在他是开始冲 现在半导体才 很多半导体股才开始要冲 所以这个 那以哪里呢 现在看到他也是跟着会冲了 应该有机会啦 这个还有机会 收啦 还有机会收 PineApple PineApple support一下罢了 PineApple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基本面不是很好啦 这个 support一波他 我们是 输少赢多 记得哦 PineApple OK 他跌一点点下来几% 我们cut了他 OK 如果他是真的有机会冲上去 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次啊 他在通道底他冲上去他很听话啊 OK 每次在通道底通道底他都能冲上去顶 每次在通道底他都能冲到顶 通道底他冲到顶 希望这次通道底 market又去炒他又冲到顶 我们就赚很多 这个我们赚 我们拿一点点 我们可以赚30多% 40% 40% 来 pock 跌下来 8% OK 跌破8% 我们拿8%去pock 40% 哦 这个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pock要pock啦 这个 因为历史嘛 我们看历史嘛 历史重演嘛 历史重演 一次 哦 两次 三次 四次了嘛 历史重演嘛 历史重演啊 OK 他这个没有到通道顶了啊 这个可能我们不要算了啊 一次 一次 三次 OK 两次 两次 三次 哦 这个你算一次啦 这边三次 现在他又来这边 可能他又做第四次了 历史重演嘛 如果你亏一亏8% 如果你赚你赚40%哦 你要不要pock下 值得没有叻 值得pock下啦 这个要小心啊 天天看啊 他一跌可能跌很快啊 要天天看啊 就先拿来pock的要天天看啊 不要讲啊 没有看看 等下半个月后 你看哎呦 突然间跌了40%哦 我们是有止损啊 不要忘记啊 止损你可以在 Trading View这边 可以add一个alarm啊 这个好像我止损1.02啊 我在Trading View 我可以add一个alarm OK 这样办了很简单的 好 cross down crossing down OK create so 所以每次 他这个价钱一跌破了这个 1.020呢 等下有一个alarm的 这条线啊 OK 他就会告诉我 他就会send message 给我 然后他的那个软件也会弹出来 app也会弹出来 他也会send send那个email给我 跟我讲 这个价钱已经跌破了 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优势 OK 我们有这个 这个软件的优势 这个 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的优势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做这个 目标我们也可以做 OK 目标我也可以做 来add add alarm OK so现在呢 他一到了 OK cross up OK 他一到了这个 一窗到这边 一 突破了这个 1.385 他就会给我alarm了 so 放一个名字这边 OK 他就会alarm给我 所以这边有alarm了 他就会send email给我 会通知我 OK 这个已经到了 这边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 通常那个 broker broker的软件 也是有的 那个 交易软件也是有的 也是可以send Trading View 就比较简单 你right click 一下子 就可以send了 so 我们这边有两个alarm了 所以两个alarm 他一到这边 他就会通知我 OK 已经到了 目标了 OK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我怎么send stop loss 就是这样send了 不是讲 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软件 通常那个 银行的软件 大部分是send不到stop loss的 我讲stop loss 就是你要自己send一个menu OK 自己用那个软件 里面的那个alarm的方法 OK 价钱跌过这个 你就要send的那个alarm出来 你自己进去 cut了 cut了 这个不可以 不像美国那些软件 可以跟你 可以自动跟你cut了 这个我们的不可以 你要 你要 你要进去cut了 Gimlun Gimlun讲了没有 讲讲 现在讲到 走了 Gimlun跌破了 暂时不要玩先 还有一个通道 Gimlun跌破通道 暂时放了 等它进回去通道 0.82上面 可能再进 Gimlun暂时不好 MCE holding MCE你看我们画了这个 我们画了这个 这个箭头 OK 你看它走势 是跟箭头差不多一样的 你看 我们讲 它冲在这边 它冲不上 可能它会跌回下来调整 你看 一次了 它冲不上 跌回下来调整 现在它又 在这边又冲不上 现在看它发生什么事 它冲破了 它就可以来这边了 1.77 它冲不破 可能它会跌回下来 因为这边有一个压力 我们有一个通道顶在这边 我一直在压它 一直在压它 所以这个要等 再等一下 看到发生什么事 突破了才进 最好 不要进 没有突破 不要进 UWC 所以我们讲很多科技股 所以机会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有机会的地方 我们进去玩 对吗 没有机会的地方 你进去 也是 你进去 钱在东 你走去西 找钱 很难找 所以这个我们讲 它 上个星期我讲 它在这边 有压力 它冲不破 现在它转过了 有机会了 OK 现在可以自下载 短期的 OK 跌破 如果它立刻跌回上来这边 回不回 回不上 上 不能再上回去 6.015上面 你可能要砍了先 我证明它这个是假突破 假突破就不要玩了 它会掉转来跑了 如果它还能撑 下个星期 它还能撑在6.015上面 应该它还是可以去6.5 7.2应该是可以 因为它还是半导体 现在半导体开始冲 因为 我们新闻知道 听到很多新闻 对吗 那个因为Covid Delta 这个那个 做很多厂 它不能跑100% 做很多厂 不能跑100% 变了那个 半导体价钱可能会起 半导体的这个 吸球量会起 然后那个 可能他们的profit 他们的利润也会起 对 JSM JSM跌了不要玩哦 JSM在那天我们讲这边是假突破哦 记得我们讲这边 我早上我讲这边可能有机会 中午记得中午是比较重要啊 收盘是比较重要啊 五盘没有这样重要啊 OK 收盘重要 因为如果你看啊 没有 没有啊 大集团撑的啊 你看啊 中午啊 啊 散户啊 一赚了钱他就卖下来了 OK 如果有集团撑呢 他呢 下午呢 收盘呢 他还是这样子整个青色的 整条青色的 这个才是有利的 啊 蜡烛 所以这个是没有利的蜡烛 我讲这个不能 暂时不要进 然后第二样呢 如果你进了 如果他第二天再跌你就要逃了 所以他第二天继续再跌你要逃了 应该在这边就逃了 所以这边呢 暂时如果你还收不住呢 逃了先 因为他看来很不美 JSM很不美 逃了先 是我 逃了先 BENTA BENTA不是讲的 没有 派星期五讲了啦 派 啊 继续守啊 派开始冲 BENTA暂时在调整 然后暂时还可以啦 你看5.85 如果你收了 这边收钱也可以 如果你不要收 可能你要等 你要等一阵子 看来 他可能可能要调整一下子 然后才上了 因为他这边开始有一个 好像调整的蜡烛 OK啦 这个还继续可以守啦 继续还可以守 啊 止损在 5.2 止损在5.2 BENTA BENTA炒股 BENTA你要抓到啊 你抓不到他 你买到顶你就很惨了 他一跌他是很久都不能上了 BENTA你看上一次他开始下跌啊 下跌啊 从2021年1月 12月开始跌到 9个月都不能上了 现在才有回升机会啊 OK 所以我讲那天 啊 突破0.585 0.585可以追 所以现在上了一下子 现在正在调整小调整还OK 因为他的 红蜡烛不比青蜡烛大 他红蜡烛 不比青蜡烛多 他红蜡烛开始比青蜡烛多 或者他红蜡烛比青蜡烛大 那你要小心了 现在暂时还可以守住 暂时还可以 可能还会上 冰袋要炒可以飞天的啊 因为冰袋是炒股来的 本你要很小心天天看哦 因为他一跌可能会跌 10% 两三天里面他可以跌几个巴仙的 突破 突破还没有突破 要等 他刚突破通道 我要他进回这个通道 大的通道里面先 小通道突破了 他要进回大通道里面 4.43 他守在4.43上面 可能有机会 我觉得比较好 比较稳 站的比较稳 CJ 这些 昨天我们有看哦 这些 这些看大局的时候 看到那个走势啊 那个 运输不是很好了 所以暂时如果 多一两天 他再上 可以到这个5.9 或者你要take profit 多一两天 你要take profit 你可以take profit先 暂时他走势不是很美啊 暂时他好像要跌破通道了 跌破通道了 如果他没有反弹 这个可能会继续 这个可能会开始下来的 这个你可以守多一两天 可能可以5.9 应该可以到啊 啊 如果他开始 红 开始很多红蜡 出出来 可能你要淘了的 然后再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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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差不多到顶了 他很多红蜡 红蜡 然后红蜡 越来越大了 你要小心啊 可能你要逃了 到西太登 在 看 到西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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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破了通道了 不要玩了 如果你进来 你看2.45 跌破2.45 你要逃 如果还没有进呢 他要进回通道里面 2.725 走在里面 2.725 上面可能才有机会 我现在他跌破了 大通道不是这样好 Tafi Tafi 721 Tafi 721 炒到很够力了 现在不要追了 现在才调整 可能 人家叫阿庄家洗盘 可能调整 现在你进去太危险了 太高了 追追高了 追到太高了 很危险了 可能这个会跌 跌下来1块钱 1块2钱 所以现在 已经追 可能炒完了 这个不要追了 如果你还没有逃了 可能你要想下 可能要逃了 可能这个是不是洗盘 可能庄家要丢盘 可能那集团要丢股了 好 Sudania 他的那个 啊 Sudania他去外国哦 发展生意哦 他那个什么 啊 医疗科技 科技的那个 那个 设备啊 他要去 卖那些工具 设备 Sudania没有动了 炒了了已经 Sudania现在 最好不要进 除非他低 他突破了0.805 有量 才有机会 QES QES他 他他他他他他他没有突破 0.795 他他突破了一点点0.8 很大个尾巴 证明他的支撑不是很大 最好呢 突破0.83先 守在这条这条趋势线上面 突破了趋势线才进 比较安全 好 现在进呢 可以了 进一点点吧 最重要是零看0.83了 0.83 他这边有很大的尾巴 也是 压力很大 我暂时我是不会进了 要突破 UNISAM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这边突破已经到 已经到 Target了 我这边我们这边玩意是已经到了 现在他 调整回来 他又慢慢充就上这个 继续可以手了 如果你要买 你可以试下 因为这边有一个 支撑 跌破0.82要逃了 如果他撑在这边可能还能去 9.2 突破9.2 可能还能唱 TA的目标 11.8 Eco World Eco World 继续走啦 继续上啦 如果他 开始很多红蜡猪 红蜡猪大过 啊 青蜡猪 可能你要逃了先 因为这个 暂时 RSI 你看啊 RSI 开始没有做创新高了 开始平了 这个算是也是算开始有一个背离了 所以可能他会调整一轮再上去 不会讲他不会上可能才调整 所以我们在这边开始玩啊 记得我们在这边开始讲 我们在这边开始讲 7毛钱 现在去到 快 8 8毛4也有 啊 18%对吧 18%了 不错了啦 可以18% anytime可以拿 啊 如果你是首长区域 可能还有机会 Public Bank 0. 0.98是有 还有机会的 Nilex Nilex就到通道顶了啦 这个应该是收钱了啦 买通到底卖通到底啦 HSL 有些朋友问我用什么软件来 画线啊 我不知道你是讲这个 我画这个在在这个荧幕上面 画的线呢 还是在这个 在这个 技术图里面画的线 技术图里面画的线呢 就是用这个 TradingWave软件来画的 TradingWave软件来画 OK 这个呢 画了就是在软件里面 这个呢 不是在软件里面的 这个在screen罢了 在那荧幕上面画罢了 这个就是 Epic Pen 这个叫做Epic Pen 这个是我特地买来 买买 这个软件不是free的 free的也有啦 free的它很多东西 不能用的 这个我买买下来是 是做这个视频用的 画这些线给你们看 特地是买来做video的 做视频的 还有那个 这个 TradingWave 就是 用这个TradingWave软件 去www.tradingview.com 或者你可以进来 我这个 我这个TradingView 我这个这边啊 Description这边啊 这边下面啊 我有借口啦 如果你要开那个 Recruiting也可以开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交易 交易付口的 你可以在这边试下 Recruiting Recruiting它的那个 commission 就比较便宜一点 这边 你用我的连接来进勒 可以请我喝咖啡啦 我可以拿到一点bonus link point 或者那个booster point 如果你要玩专业 玩TradingView 现在你用我的连 连接进去勒 因为你有24块的 Discount啊 一个 一年155块 他有很多啊 很多那个 indicator啊 他可以 speed chart啊 他可以做很多东西啦 你一个 一个screen可以看两边图 所以他有很多的 functions啊 如果你开始学习的话 可能你要用免费的先学了先 如果你要 专业进去玩的 你就要有 好的工具啦 这个 但是我 我觉得画图勒 看图勒 TradingView是最好了 暂时我觉得啦 还有其他的啦 我用的 我暂时看到TradingView 差不多是 最好 最好用的了 对我来讲 HSL 这个类就是 Epic Pen Epic Pen E-P-I-C-P-E-N 这个就是在这个 荧幕上面画不了 那个图里面是没有的啊 只是看到在荧幕上面 你可以delete掉就没有了 HSL HSL 很简单 HSSL是很波动的股 你要买便宜 最重要它跌到来抵这些 支撑线或者这些 支撑线或者这些趋势线的抵啊 OK在底这边买 它一冲上去你就要卖了 这个很快的冲上去你就要快快卖了 就是很波动的 啊这个是玩快的 没有不是来守一个月 守半年不是不是啊 你今天买 明天它冲了你就要卖了可能 MC Corp已经炒完了啦 最好不要追了啦 MC Corp 有些人问我 要不要进 MC Corp已经炒 炒到很高了 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大缺口了 有一个大 大洞在这边啊 可能它会 跌一下盖掉这个洞你就惨了 所以这个不要玩了 RSI也继续下跌 RSI继续下跌 价钱走平 RSI继续下跌 背离了 不要玩了 MC Cement MC Cement 它要狂充它生意了 所以它慢慢就涨了 所以这个继续走啦 只损在2.84 只损在2.84 因为这个通道给他很多的压力 ok 数据演讲讲到先了 记得要跟我点赞分享和 点赞分享和点阅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 我天天都会做视频 七点到八点一个英文一个华语 七点到八点会上载 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会看大集 我们星期六会看那些大盘 那些国外的那些指数和板块 我们星期天就会重温一个星期的股 好 别忘记啊 点赞分享还有留言 ok 谢谢你拜拜明天见